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本期跑跑卡丁车手,咱们带来这个像素龟龟车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三辆像素龟龟,两辆机械图,一辆红龙,还有一辆冰车 再加上这张地图,那这个场面可以想象是会非常非常的混乱 开启咱们直接加速,看一下能吃到什么 吃到一个飞碟一个蚊子,咱们赶紧按刹车 把第一名让给对手,先给他个飞碟再给个蚊子 放出这个水炸弹或蚊子的时候会较高概率获得这个龟龟护盾 这里的话,只要一个飞就能过去,但是现在有点悬啊 因为被卡,被撞了一下还 这一波的话陈老师是直接没办法只能走远道 那这一波没有办法 这个没办法,因为刚才飞就算能,刚才应该也过不了 因为那个没有出速度了啊,刚才被这个导弹打了一下 但是没关系啊 这里的话手中有个磁铁,咱们这一波走近道啊 这个红龙车走远道,走远道的话是可以吃到一个道具 啊,然后这一波磁铁我还没吸到 这个燃烧弹会遮视野,这个一个失误啊 但是没关系,咱们吃两个道具啊 先放一个闪电 闪电先电一下,一键三雕 这个大魔王,我等一下再放 我想等他们走这个那个弯道的时候再放啊 这一波,好,吃到一个龟龟盾 那么的话,我决定先把这个大魔王放掉 因为留个道具槽出来,是吧 不能浪费,然后导弹射出去 这里 好,直接回忽盾用掉 这一波你看直接一个飘移就能过的啊 哪怕你有飞碟在我身上也能过 是吧,其实这边过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的啊 很多人到现在这里还不会过的 好,赶紧按刹车啊 差点被这个冰冻水炸弹给动倒 好,这里又是一个燃烧弹 又是一个大减速啊 燃烧弹就恶心在就是 你如果被击飞啊,被蚊子击中的状态 它依旧会判定你命中的啊 好,这波放出蚊子 咱们拿到个龟龟护盾 好,这里走近道 把冰刺往前拉一拉 看一下前面是中了冰冻蛋了啊 冰冻水炸弹,让你们冲啊 好,这波放出蚊子 咱们手里现在有两个龟龟护盾 这波的咱们先用掉一个故意啊 对吧,这个也不算故意 就是路上撞一下啊 然后用这个自爆雷去打一个 手中有个磁铁,咱们先用掉 因为前面道具很多啊 好,又是吃到一个蚊子 放出蚊子 然后这里用两个护盾守住 然后又吃到两个龟龟护盾 然后这波直接飘移就能过了啊 这里过弯道非常简单的,其实 好,这一波程老师就领先比较多 先用掉一个龟龟盾啊 防止后面突然给你扔个水炸弹之类的 好,这里看一下 这个龟龟护盾持续的时间结束了 咱们先用龟龟护盾守住这个闪电 然后有个大魔王先别急刹车按一按 稳一点 大魔王要等它完全消失了 这个方向才不会错啊 如果它 刚消失的那个瞬间还是反的 好,这波有两个飞碟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领先非常多 最后规规互动开启 Game over 非常漂亮这一把 这一把的话不能算说运气 只能说是 确实实力放在这边,没办法 咱们重点前 还被这个电磁这个水炸弹给打了 我也被打了,我也变小了 这一把其实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有技术含量 好,第二名的话是这个红龙车 第三名是这个机械兔子 那好吧 那本期视频也是给大家玩到这边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各位,拜拜 拜拜